很久没有出来吃自助餐了 今天刚好跟朋友有约 在东方文化酒店吃自助餐 哇这个餐真的是天花板 一个人头自助3050 中午12点才开 所以唐姐现在来了早了五分钟 我们在门口等她开门 哇高级的东西真是高级 我在这里吃过一个米其林星级两星 那来到这边以后 你看她的整个听 这个是她的自助餐的听 这里的自助餐中午跟晚上都有 这个国际的自助餐 但是我已经发现她的额干是她的亮点 我又喜欢吃额干 等一下我进去找来吃吃看 看这个天花板的自助有多棒 东方文化以前据说是十大排名之一的顶级酒店 现在可能新型的酒店又多了 那个时候这个排名六星级酒店 可是中国的现在新型的酒店上来以后 客人来到这边说 哎呀这个什么六星级酒店呀 就觉得好像不怎么样 可是六星级酒店不光是外观 主要还是她的软设施服务 就像我刚才我没来过这个餐厅 我在楼下我走到梅南河边 我问她说自助餐 哇居然那边的服务员直接就把我带到这个餐厅的门口 这个就是软实力软服务 这个东西让你体验就是非常的好 很舒服对啊 他亲切感 你来了你就是客人 我就是把你所有找不到我带你去 你要什么我就全部帮你安排好 这个就是不一样啊 这个就是服务 让你有一种温馨 让你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还需要等一下 所以就不断的来看那种小玩意 唐姐呢就喜欢这种耳环啊 这些小零碎 可是这种小零碎的价格都是不菲啊 很好看 中国人挺喜庆的 这个一对耳环弄得像这个结婚的这个喜字一样 这个好像是中国的青花池啊 这个摆起来是很好看 哎呀我为了copy她的这个 也是去找这个青花池 可是好夸张呀 像人家结婚一样有喜字 现在觉得哎呀这毕竟不是结婚嘛 像这种她选择的就很好 她就是有中国的文化 你看这个上面的人啊 这个这个展示的这个人啊 就是我们以前看的这个中国古代的这种人物造型 啊这个就很好看在酒店大唐啊找个位置坐一下享受一下人家的荣华富贵 呵呵呵做人啊啊除了享受还追求啥呢啊不就是免费大唐坐一坐上面吃个自助餐啊对啊拜五拜六我还得要去 去帕提亚我要接受全新的豪华油我自己给自己安排了一个豪华油啊我们礼拜六礼拜天两天去帕提亚到时候再展示给大家看 休息了太久了退休到现在性惯几年啥也不干彻底躺平一回到曼谷以后 见见老朋友啊 啊见以前工作的同事啊所以呢就变成日程就排得很满啊今天中午来到东方文华吃个自助 晚上八点钟还被邀请去这个豪华游轮晚餐啊所以这个呢虽然是又开始动起来了啊 可是非常快乐人的心情是非常愉悦的哈哈所以这次回来曼谷应该是收获收获多多 到点了让我们进去看一下今天的顶级自助餐哈哈等不及了就守着他开门马上就进去哈哈哈哈 您早 大家好 皆 потому听这个语 Heute我是��喝烹饭我的午餐正式启动哇他这个都摆的挺精致尤其是这一块啊 这一块它真的是特制的啊再来康乃清的红色的花啊这个他的这个搭配的整个大环境的颜色都很好看啊 今天只是因为定位的时候 没太注意 今天他有个团队30多个人 所以没有安排我在梅南河边上 那算了 我只能在这里了 那让我去看看什么好吃的吧 我第一个动作一定是鹅肝 这是我的最爱 日本餐厅里面 我也是吃鹅肝 这个我喜欢 看上去就是好吃的不得了 油脂脂的 哇这个色泽 真是没错 那就顺便要块鱼吧 我吃鱼啊 我比较喜欢尾巴这个部分 我不喜欢头上这个部分 哇我的第一餐 哇塞 这个鱼呢 还是用这个调料一点点好了 觉得啊 好了可以了 我要哇还有大头虾 下一轮吧 这一轮哇看到他这个做的好漂亮呀 我要一个 实际上不应该要一下子要很多 可是 有口水了 我赶快 先去 我看看他这里整个有什么 就这个 就这个对吧 芒果 这个大概泰国甜品 这一轮都是甜品 啊这个有叉烧 模糕啊 啊 这个是粉哎 面呢粉呢 哎这是小点心好像 春卷 这个是 这个是啥 这个就不懂了 他们这个什么东西包一包 哦 这个是西餐类的大概 这应该是羊腿 啊你冰了啊来卡 啊 来不卡 啊 夹 夹 夹 哦 这个是羊肉哦 羊肉 还有这个开胃菜的这个东西 好像不明白 啊 还有很多沙拉 沙拉 各种沙拉 啊 这个 这个才是 冷藏的 这个 淡菜呀 虾呀 剥好的和不剥好的 都有 哦 这个是 哎 这个盐松乌好哎 我要一个 这个可以 这个就是那个呢 那个我们一直说的那个 那个 吃吗 啊 你另外来呢 面 好 这个是面 面扛 面扛等下来拿 嗯 现在先要一个送哦 哇哦 哇哦 这个也做的好精致呀 这个很棒 这个都是西餐西餐类的哦 哎 这个重头哎 山文鱼啊各种各样的哎 这个比较重头等一下来吃有芥末有什么的哎 哎这肉日本餐的哦 哈哈 哎 这个很好啊 日日日日本餐的啊 那我可能今天三四叠没有问题 我先去吃咯 哎呀 现在我们什么法国餐了 德国餐了 全全部通通靠边啊 这个国际英德才是厉害 哇 这个起司蛋糕看上去都流口水 哎 那我先吃吃吃吃吃 啊 这个柚子啊 凉拌啊 跟这个配的吃是应该的 因为这个也算是开胃菜的一种 嗯 拌的刚刚好 我的第一口 是我的最爱 我的鹅肝 这个鹅肝一点都不腥 外面的表皮脆脆的 里面是软软的粉粉的 哇 原汁原味的肝的味道 太好吃了 这个是烤鱼 嗯 这个鱼啊 嫩 但是呢 整体的 它还是有一点点的鱼腥味 所以它的肉质呢 也是粉粉的 我估计啊 这个鱼它不是这种新鲜的油水鱼 可以吃好吃 但是不是很好吃 漂亮的牧鱼卷 嗯 来尝尝这个牧鱼卷 刚才的牧鱼口 牧鱼太大口 塞到嘴里 来不及咬 所以呢 现在逐渐逐渐 哇 这个牧鱼啊 真的好吃 它整个的香料啊 就是做西餐的香料 撒在上面 完全融合到牧鱼的口感 嗯 Q弹 牧鱼非常新鲜 好吃 这个精致的是个羊腿 哈哈 羊腿肉 我看看它的羊腿做的怎么样 我的羊肉啊 最近我老觉得它有点羊烧味 我好像更喜欢牛肉 所以在这种餐厅 我必须要尝尝看它的羊肉料理的怎么样 哇哦 我尝尝看吧 那我尝尝看吧 嘿嘿 嗯 好吃 但是呢 还是要点那个酱料 它看上去有点颜色 可是是原汁的 要加一点酱料 酥烂 但是羊肉的味道还是吃得到 服务就是好 因为为什么说它六星呢 是我自己说的 它就是世界平定五星 可是呢 它的服务真的是让我超开心 所以呢 你想要到它绝对眼睛就看到 就把刀给拿来给你了 这种就是贴心服务 吃东西实际上是吃饱了 来个甜品 可是呢 不够的再补充一点 因为这几个都太好吃了 所以我又再补充一点 它连我的这个芥末都收掉了 我再去拿一下 这个是补充量 这个补丁好吃 焦糖我喜欢 这家我们所说的软性服务 制住餐这家的餐厅是最好的 为什么呢 平时一般它都是收你的盘子 刀叉什么 基本上从开始到结束是不换的 但是这家无论什么时候 它一直在不断的帮你换盆换刀叉 哇这家所以就是真的是不一样 就是不一样啊 顶级天花板在这里就全部显示出来了啊 在这里吃东西真的很过瘾 好了准备这个收尾大餐 最后一碟沙拉 哎你看它做的好窩心呀 我是唐姐 这期视频到这里了 拜拜